呈長道往荃灣方向昨天早上發生交通意外 一、兩雙層巴士撞等傾側 消防在約11分鐘後到場 發費一個多小時將所有乘客救出 黎智角消防局局長梁建明今早在一個商台節目表示 消防到場時巴士車身暫時穩定 在場人員要求乘客不要走動以免增加風險 在塔嵌搜救專隊固定車身後 消防先協助下層生命行動不變的長者疏散 之後根據雙細、座位等疏散上層乘客 大概用了1小時13分鐘救出所有乘客 他形容當時乘客表現合作 冷靜地聽從在場人員指示下車 現場有一輛消防車駛到巴士的一側 梁建明解釋 萬一巴士翻側 就會靠著那輛消防車 減少車上乘客可能受到的傷害 他另外提到 現場人員透過報案中心取得其中一名報案乘客的電話號碼 並透過該名乘客的手提電話 了解乘客受傷情況 以及開啟免提 令消防可以安撫乘客情緒 至於有乘客表示聞到汽油味 梁建明表示 現場只要沒有火花、明火 未必有燃爆危險 都會大學交通以外 在重組訓練課程導師盧國強認為 攝氏巴士可能在轉彎時車速太快 偏離航線撞上石等導致傾側 但幸運傾側的角度少於28度 在運輸處定下的安全範圍內 他又認為若出現巴士傾側以外 下層的乘客應移動到較高位置的一邊壓住 確保車身穩定 其後上層乘客 可以一個一個慢慢移動到下層 協助穩定巴士重心 對於昨天有下層乘客自行離開車廂 路國強指有危險性 車身重心改變 可能導致整架車翻側 靠重心改變 中間極這個雷 以降要二字裏 飛距離 靠近 間就是 可以 三字裳 云 甚麼